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研究结果2 几定值聚糖膜制作过程的改良 研究结果2的第一点 不同NLH浓度对膜的影响 下表为我们比较1.5M 3M 6M NLH浸泡4个小时后的不同 研究结果2的第二点 不同浸泡时间对膜的影响 下表为我们比较3M NLH浸泡2个小时 4个小时 6个小时 以及全肝的影响 研究结果3 几定值聚糖膜的耐酸碱程度 下表为我们制出的 pH值1到 pH值14 几定值聚糖膜耐酸碱的结果 研究结果5 几定值聚糖膜对有机子类的吸附情形 下图为我们的研究结果 柴油与汽油 它的吸附体积为1.5M 跟1.4M 然而回锅油高达2.9M 接下来由我来报告我们的讨论 第一点 我们主要探讨 几定值聚糖是利用表面器吸附 或者是利用球体中间的孔洞卡住金属离子 所以我们做了几定值聚糖膜跟球 第二点 我们主要探讨几定值聚糖球 在一一吸管做出以及低定管做出有何不同 有图片中我们可以得知 低定管做出的几定值聚糖球 力竞较小而且较均匀 第三点 我们主要探讨 不同NaOH浓度制出的几定值聚糖膜有何不同 由实验结果可以得知 1.5M的几定值聚糖膜厚度较薄 而且取消难度较高 然而6M的几定值聚糖膜 它的厚度虽然比较厚 但是因为浓度过高使它成型过快 因此膜的面积就较小 第四点 我们主要探讨几定值聚糖的耐酸碱程度 以后实验结果我们可以得知 PH值1到2的时候 它会完全溶解 而PH值3到6的时候 它会部分溶解 第五点 我们主要探讨几定值聚糖膜 吸附金属离子的大小 以后实验结果我们可以得知 吸附铝离子大于铜离子 大于铁离子 大于锡离子 大于固离子 最后大于心离子 第六点 我们主要探讨几定值聚糖 吸附油脂的能力 有实验结果我们可以得知 回锅油的吸附效率 远远大于柴油 等于汽油 第七点 我们主要探讨几定值 能否吸附油脊物 有实验结果得知 它能够吸附甲基兰 以及甲基脂 第八点 我们主要探讨 我们装置1、2的优劣 以及装置3的特点 我们的比较第一点为 滞留时间为装置2大于装置1 可放膜的片数也为装置2大于装置1 然而吸附面积为装置2等于装置1 因此由我们推测总吸附能力的话 为装置2大于装置1 然而我们的装置3呢 它是家家随手都可以取得的保特瓶 可以制成的 接着由我来报告我们的结论 结论1为制作极定子巨糖膜的最佳条件 制作极定子巨糖膜的最佳条件为 将极定子巨糖容易涂布在保鲜膜上后 烘干加入3MN6H之后取出 结论的第二点 极定子巨糖膜对回锅油的吸附效率高达31% 结论的第三点 极定子巨糖膜适用的范围为 配取值3到配取值14 结论的第四点 极定子巨糖膜非常适合运用在 吸附铝子铜离子以及铁离子上面 结论的第五点 我们的装置图1跟2 非常适合运用在工厂当中 它的出水口以及入水口在同一侧 因此你可以靠墙摆放 然而装置图3 非常适合在家里中自制 最后一点 我们非常建议使用我们的装置图 它是既环保且干净的 最后是我们的未来展望 我们希望将极定子巨糖膜容易 应用在静电纺织当中 让极定子巨糖膜具有穿透性 以上是我们的专题报告